白板上面有答案 你可以参考 当然尽量还是要自己开始动作 最好自己想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做得出来那一次就可以完工了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按钮是sub 特别这两个比较搞混的 因为有些同学还是搞不进入sub 然后跟function的差别 如果你今天是按钮的话 一定是插入sub 而且前面一定要是public 你不要像之前同学插入程序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选到private 其他就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function 找不到那个制定 他有做 可是就找不到 也找不到按钮 所以因为他把它改成 有效范围改成 就是私有的 一定要public共用的才可以 好 那这里的话 当然第一个 一定要先用function 插入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名称的话 我们 假设来源 我这边先把那个底线这个先删掉 假如说我今天是来源 是多个的来源 就是月考一二三的话 那我一样是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 叫什么 叫月考函数好了 输入月考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一样 就是说我们假设 他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有两个地方 我们是要陆续把它加上去的 第一个是刮符后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找到那个制定函数之后 他会跟我要几个资料 几个资料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把它填到这个后面 所以我们月考一二三 他就会跳一二三 那如果你有几个引数 他就跳几个文字方块 让你去填 那这个时候当然使用者应该会知道 要给月考一月考二月考三 这个应该 因为他的操作方式呢 跟那个内建函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想应该没有人不会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他给你引述了 给你资料了 可是问题 你要把最后的结果算完之后 再返还给他自己 所以要特别资料 如果你要返还给他自己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底下的程式再写出来 那底下的程式怎么写呢 记得前面一定是返还给自己 所以前面的名称 一定是要长得跟这个函数的名称 要一模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最后好像会显示为零吧 为什么 因为计算抓不到结果 常常有同学 可能上面打的名称 跟下面打的名称 只要差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复制贴上算了 复制贴过来的保证不会错 有些同学自己重打 重打奇怪了还是会打错 看到好像都对 但是就是什么名称不对 名称差一个字也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呢 把它给我们的一个引述 去乘上刚刚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刚刚好像似曾相似 有没有 蛮像上面这一个 只是说呢 刚刚是直接从那个 储存格里面去抓资料来乘 那现在是使用者给我们的 一二三 分别乘上什么呢 比重一 比重二 比重三 那最后再把结果返还回去 大概是这样子 底下应该概念上差不多 差别只是说 资料来源是使用者给你的 那再来比较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应该是下面这个 这个的话是什么 我现在要的是什么 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它将来会什么 会用选的 就是在插入环数的时候 月考范围 那选的是这样选 选过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它就给你一个范围 有没有 那我刚刚讲过了范围到了这个什么VBA里面或Excel里面的话 它背后储存的就是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可是问题是它虽然是一个阵列 可是里面有三个资料 一个阵列有三个资料 那这三个资料如果我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因为理论上有三个成绩 那我要怎么抓第一个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记得假设我把这个阵列先丢给一个变数叫A 这个A的变数名称是自己取的 我丢给它之后呢 这个变数里面就有三个资料 可是这三个资料怎么样把它抓出来 这个概念跟Sales很像 第一列第一栏 第一列第二栏 第一列第三栏 一样先列再栏 所以你如果在后面加个刮弧 1之1的话 这样子就抓到68 A1之2的话 这样的话就抓到100 一之类推一样的方法 1之3 抓到第三个 OK 那现在前面因为都只有列 因为我们只有一列 那未来如果说 假设啦 你想老师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很多列 可以啊 你选很多列 反正那很多列 你来你要怎么处理的话 你就自己再想个办法 所以以后可以选一个很大的范围 丢过来之后 看你要做什么事 做完之后 Return到 就是把结果再丢回去 去给这个函数本身嘛 他就会把结果帮你丢到你现在游标存在的那个位置 只是说我程式要如何撰写 刚刚是给三个 现在给一个 可是我要自行切割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他给我一个月考 我其实我是这样 这个底下的东西 理论上是直接从上面把它复制贴下来 所以拖拉的时候按砍就键 那这边的话呢 也许把它改成范围 OK 月考范围 那记得 把这边的话 也是再加 前面改 下面这边记得要改一下 这边改 这边一定要改 有些东西改了上面 忘了改下面 那就出错 那这边的话呢 就不要三个了 就给一个就可以了 月考范围 然后呢 当我程式 运软的时候呢 就先把月考范围怎么样呢 先丢给这个A 那A的名称是自己取的 你叫别的名称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习惯是什么 反正它叫array array就是阵列 那array的阵列第一个单字 我就叫A就好了 OK 如果你要叫array也可以 只要那个名称不是保留字就可以了 OK 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 对 就是它 一run的时候呢 就把刚刚那个阵列 三个丢给A 那里面有三个 我要把它切开来的话呢 就把月考1 的里面的第一个资料 1 $1.1 1-1的资料抓过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1-2 1-1推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 把它拖拉过来 Ctrl 键按住 然后输入2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3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Ctrl 键按住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写程式拉来拉去就好了 OK 不过前提是你要够细心 我发现很多同学都细心不够 常常错 真的都是错在那种 不应该错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很细 只要我觉得写程式 并不困难 困难真的就是要按部就班 而且真的不能够 就是说太混乱 我发现有些人都是规则 规矩都没有好好的遵守 然后呢 就无论吞澡 随便写一通 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如果你按照我的标准程序写的 我觉得基本上 程式很难写错 为什么 因为该有的都有啊 怎么会错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你们发生的问题 基本上我很少发生 而且我从来想都没想过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因为我都是按照 我这标准步骤做 所以真的比较不容易出 写完之后 我就觉得很愉快 因为整个就是很顺畅的 把一个事情给解决了 无论做什么 好像都可以很顺畅 这个感觉其实会很棒 工作如果都这样的话 对不对 一键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下班前按一下按钮 你可以下班了 OK 剩下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弹性应用 所以很多人上班的时候 之前有学过VBA 工作上应用的很好的 有时候上班时间 还可以跟我FB 还可以跟我那个LINE一下 所以老师最近 怎么怎么样 怎么这样 我说你不是在上班吗 因为学了VBA之后 感觉时间变多了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老板不知道吗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之后会给我更多事情 所以 正向循环 我们是希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之后 你有更多时间 可以去做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或者甚至可以再学习 这样的话才可以一个正向循环 或者的话真的会累死 你用以前的方法做事情真的不太OK 以后真的会很麻烦 做完之后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我们是设计了两个 OK 这边的话你可以一个是什么 月考函数123 一个是月考函数范围 直接拉一个范围出来就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制定函数部分 其实说真的这些东西 你只要熟练它 我跟各位讲 大部分的工作里面都可以把它套用上去 如果你把这些都套用上去的话 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越来越纯熟 而且基本上连背都不用背 连记都不用 因为都是很直觉的东西 完全全不需要特别去记忆了 刚开始可能有点困难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我云端白板的东西留下来 以后的话你刚开始不熟没关系 反正复制贴上来改 总应该没问题 慢慢改久了 大概改个五遍十遍之后 我想你应该也自己会打了 再来剩下的时间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变化了 而且从简单到复杂 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写 怎么写其实都对了 所以这个当然我想还是 要慢慢去把这种写程式的感觉 把它培养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慢慢会觉得说 写程式好像很简单 没什么困难 而且这种 只要你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你基本上就回不去了 你再也不会再用老方法再做事 你一定会想说 这应该要程式解决 千万不要再用那种土法炼钢 得过且过的方式 这感觉就跟你用手机一样 现在应该没有人要回头再用传统手机 即便Nokia现在也在出 不过它那个出的手机 你会买只是因为你要怀旧 没有人真的拿来 取代你原来的智慧型手机 以前的手机真的跟现在的手机 完全是不同世代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也是一样 你用的方法 所以你要慢慢变成一个智慧型的 智慧型的办公室人员 所以你如果没有智慧起来的话 我看以后你就会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这个概念应该慢慢都有了 请各位试一下 方法的这个应该算是 也不能叫创新 应该叫改变 徘律